走路都還要來的慢 由於這個關係呢 所以呢 事實上原本是預定今天清晨的時候 會這個風風圈會慢慢的碰到台灣的陸地 但是呢 現在這時程是不斷不斷的往路點了 現在是預定大概要到今天的下午 甚至是過晚的時候 這個風風圈才會碰到台灣的陸地 而由於這個關係呢 所以別看現在台湖的那邊 好像這個雨傘好像不適合 沒有那麼強 但是大家都錯了 因為真正的關鍵在今天的下午 我們可以看到這張雷達回撥頭 其實非常的明顯 目前呢 這個遊戲呢 手已經逐漸要靠近 風風圈都有點擔心 大陸也就是觀眾朋友 這項局所發布的豪雨特寶 目前的範圍呢 是針對了 宜蘭 花蓮 台湖 和風範地去這裡呢 都會有豪雨 甚至是去打豪雨的機會 而另外呢 重點是在宜蘭和花蓮這裡 這雨傘還會更明顯一點 但是現在到了中午後呢 這個雨傘還有餐廳 變得更大了 然後來了 宜蘭 花蓮 台東 甚至是庭東這裡 都有機會出現豪雨 甚至是大豪雨的雨勢喔 特別要提醒的就是在花蓮這裡了 這裡未來24小時之內呢 它們可能會出現超大豪雨 也就是會有瞬間的強降雨 24小時之內呢 這裡幾乎可能會突破350毫米 所以要特別請觀眾朋友 也以為現在提醒好像還不敗 但是呢 實際上真正的關鍵是在今天的下午 我們再來聽像是這張布景綠色圖喔 剛剛提到它的速度是相當的緩慢喔 所以呢 現在的空間還是已經在慢慢的靠近到台灣這邊了 目前呢 氣象局這個路上幾個